花蓮高中国际教育旅行社2月18号要前往花蓮市友好城市日本圣岗市 来展开7天6月的国际教育交流 并且和布莱坊高校签订MOU合作备忘录 市长魏佳燕在出发前也给26位同学们加油勉励 希望就这一次交流活动可以拓展花蓮孩子的国际视野 也祝福他们路途一切顺利 花蓮高中国际教育旅行社的成员们 从2020年开始就持续和日本圣岗市布莱坊高校进行视讯交流 透过介绍两地的美景及美食等等 认识双方文化语言联系情感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终于在2月18号 将前往日本签订两校的MOU合作备忘录 我们学校的英文科麦蓬蓬麦老师 还有我们布莱坊高校的松维美姓老师两位老师 过去就是透过网路上认识之后呢 从email开始 那从线上的互动到课程的共备 到今天能够顺利承行到 实体的面对面的一个实体交流 我觉得是从线上到线下 就是双轨的一部分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让同学能够感同身受 是一个把国际教育落实的一个最佳的一个途径 那包括校长也提到说除了这个东西让学生这边 出去以外可以当国民外交 也希望说后面有机会可以跟一些国际的学校 能签一些解密校 那家长会绝对是全力支持的 而日本升纲市也是花莲市的友好城市 市长威佳燕也特地在出发前 给予26位同学加油勉励 希望借着这次的交流活动 拓展花莲孩子的国际视野 并祝福路途一切顺利满载而归 那今年很开心看到花莲高中 要到我们圣纲 布莱坊高校去做一个OU的一个部分 那也希望说我们未来有更多的孩子 能够到国际上面看一看 能够充实自己的视野 也希望我们能够朝向不一样的方向去进行 尤其是未来可能在教育上面 或者是体育上面 或是文化上面等等 那也希望说我们持续的来帮忙 我们所有的学校们来牵线 那不管是高中国中或是小学 我们都希望来做这件事情 市长威佳燕感谢花莲高中 致力推展国际教育 不仅让学生们认识异国文化 也能大力推广花莲的美籍特色 进而让花莲的孩子 有机会走出国门结交朋友 了解国际脉动并与世界接轨 记者徐立晴花莲市报导 收清聚小证